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富裕向前衝 我是王志玉 這個禮拜又到了這個時候 又要好好的帶大家來看一看 到底下一個禮拜 會有哪一些的潛力黑馬股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看的是 到底下半年有哪一些的趨勢 我們現在要好好布局 要帶您看的是最近最夯的 半導體還有D-REN 另外還要帶您看到的是 現在你覺得古海茫茫 我們要找一盞明燈 今天我們要帶您來介紹的 就是明燈在哪裡 如果我們跟著自營商 跟著主力的腳步 應該是一盞明燈吧 只是你會問到底主力自營商 他們買什麼股票 我怎麼知道呢 今天我們請到的專家 就是要帶大家來好好的解密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專家 第一位要介紹的是 萬寶投顧的分析師 邱秉鎊 寬哥你好 小玉好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是還要介紹的是資深的分析師 鄭凱元 凱元哥你好 是 志玉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是 接下來我們還要邀請到的是 巨洋投顧的分析師 這是國際巨星阿湯哥 湯順哥你好 志玉好 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是 好 馬上我們要先請三位專家 來幫我們聊一聊下個禮拜 到底下一個禮拜的盤是 他們怎麼看呢 來 跟我們舉個牌好不好 下個禮拜到底是看好還是看壞咧 看好一個是舉中間 好 我先請教一下 這個中立立場的凱元哥 你怎麼看 舉中間什麼意思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我覺得下個禮拜有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因素 是 要結算 台子期要結算 對 那在台子期結算 其實以目前來看 我們今天看到整個指數 已經拉到9500多 對 但是如果說我們稍微follow一下 整個期貨的一個角度 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整個買權最大位平常量 大概還是集中在9500元左右 對 也就是說 下個禮拜要進入結算的時候 其實可能高檔的賣壓 它會比較沉重一點點 但是這裡並不代表說 未來行情不會漲 因為其實以目前 整個台股的一個行情 我們可以發現到 似乎國際股市的震盪 跟台灣股市 已經沒有太大的一個連動 也就是說 這裡的台北股市 它可能在下個禮拜的一個行情裡面 我會覺得上半週 它可能是比較存在壓力一點 是 對 那下半週 如果說這個行情 如果配合整個國際股市 對 那你在往上其實就挑戰到先前的高點 大概9800多點 對 現在大家看這個上萬點啊 對不對 無法無天 你待會幫我們宣布啦 來 我們先請大家寬哥 寬哥剛剛是樂觀的看待下個禮拜 目前這個台股就很簡單 每股大漲 我們跟著大漲 每股大跌呢 我們才不理他咧 我們跟著就搖晃排兩下就好了 那為什麼會這麼走呢 其實結構到簡單 其實剛才凱元兄也有談論到說 目前來看的話 他覺得好像來這個地方漲是有點墩墩的 我倒是有一個比較不同的一個觀點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最近我們台股跟過去不一樣 過去全世界都在漲 我們沒有漲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漲呢 其實我們常常很多政策 就拿石頭砸自己腳 他沿路一直砸就砸下去 哎呦 痛一下 砸下去就痛一下 其實我們過去的資金是沿路 大家沿路看一看 哎呦 太難受了 台股一下子又震所睡 一下子又什麼什麼東西的 所以錢通通往外跑 可是這些錢往外跑的 現在呢 慢慢的跑回來 不只是這些錢 以前移到國外的跑回來 現在舉一個最簡單的 我在過去的半年以來 我常常遇到一個狀況 很多人呢 我在 因為我常常辦演講場合 然後很多人那個演講場合 都會問說 那個寬哥啊 你國內的股市你怎麼看 那國際的基金你怎麼看 因為國際基金的部分的話 我得琢磨也琢磨得蠻多的 那我說其實各個大方向 當然每個人的一個設定是不同的 可是很多人都會說 我跟你說 以前我們錢都在算 房地傘 現在房地傘 那壞傘 那流量都很稀 有時候房子也很難賣出去的 我們錢不要放在那裡 我們要回來的股市 我跟你說 那股市你也不要把我們找那種 半天的增加 那也不用啦 比定損好一點就好了 其實很多人的觀念是說 我的錢流到整個股市當中 比定損好就好了 其實他的 他的整個所謂的目標 是非常非常小的 所以這些人 他投資那些標的 他是不會跑來跑去 他不會說 我一下子要跑這個 一下子要跑那個 其實是不會 對 所以快要講到一個這種 這也是一個選股的方向 對 然後還有一點 這一波全世界過高的股市 有些沒過高 其實你看歐洲 一直在那邊打擺子 對 可是我們發現過高股市 包括像美國 包括像台灣 其實都是低量過高 那很多人都查說 為什麼低量過高 這個可能沒有人 可以跟各位做解答 我提出我個人的一個觀點 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原因在老人化社會 為什麼在老人化社會呢 目前美國 他們有所謂的401K 所以他們有很多大型的 你如果去觀察 國際的一個資金的一個動向 你就會發現 很多美國所謂被動型資金 他們現在是 因為沒有好的標的 所以他們進場來買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認為台股這種金金漲的格局 會延續下去 是 好啦 阿湯哥你也是樂觀的 看下個禮拜的台股 好 那其他前面都已經講了 那我就就事論事 那從台北股市 整個類股的走勢來看 這一波的電子股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現象 它沒有五窮六絕 氣喪掉的問題 一路的過關膽 很像四五破竹 持續挑戰地心引力 大家覺得這個 睜大眼睛瞬目結實 怎麼會這樣 很多的分析師也跌破眼鏡 在那個時間點 五窮六絕氣喪掉的 五月份 很多人都很想放空 那時候我知道有一派人 卯足全力在空 那股票出清 然後到處唱衰 結果你看這一波 從八千一趴一路過關 怎樣 漲到九千五百一點 跌破大家的眼鏡 所以這一波 這一期 有一個我剛剛來之前 看到一個這個消息 就是在這個聚會網看到 他說有個商叉週刊 這禮拜出了一個東西 他說叫做一支手機 舊了臺灣 叫做iPhone六 iPhone一二三四五都長得一樣 iPhone六長得不一樣 面板變大變薄變漂亮 而且另外還有一個限量版的 這個所謂的藍寶石機版的部分 五點五吋 那很多的iPhone 那不想換蘋果 可能會想換蘋果 因為大家都換變大 只有你iPhone沒有換 你如果一換 大家都會想買 所以你看大家都會想買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今年的由這個電子股帶頭 其中裡面的主流 那通常是Mobile 帶動整個半導體產業上來 所以你看整個這個電子股 跟這個之前都完全不一樣 而且在美國的一個 所謂的蘋果概念股 他也是一樣 打完一個漂亮的三重底 準備要開始走主身段 也就是他的旺季在年底 所以你看他現在半年之前 開始下訂單 所以你看到鴻海 很多的股主流類開始往前衝 所以我認為大盤 這波外資磨刀 或就是主流類股 全職性的股票 半導體帶頭 我上中下我全部跟著上 所以我認為這個大盤 那電子金融 還有傳產都交互 也會非常健康 沒有悲觀的理由 是沒有悲觀理由 所以我馬上要帶您來看 其實剛剛已經點到一個族群 最近其實蠻行 大家可以來做琢磨的 我們就好好帶您看看 接下來的產業趨勢 到底在哪裡 我們要帶您看到的是半導體 你說為什麼要看半導體呢 我們從營收數字 要帶您來看 第二季的營收 我們幫大家抓出來了一些個股 他的成績單非常棒的 包括他的營收 第二季要破百億 激增要在8%以上 好 那麼這麼多的個股 在這個地方列出來 符合這樣的一個條件 然後我們幫大家歸納出來了 其實三大類包括半導體 包括平蓋骨 包括面板 好 我們看到了這三大族群 今天我們就帶大家來解讀半導體 好 我們先請教一下寬哥 寬哥 這個半導體 現在真的是剛如同阿湯哥講的 上中下游一路往上衝 半導體它的流動的一個範圍是這樣子 如果我需要一塊晶片 我會先找所謂的Designer House 就是在晶片設計的公司 然後他就開始幫你的IC做設計 然後設計完之後呢 他的圖做出來了 那你設計師做出來了 圖總是會有人 就像最簡單的 一間房子設計師圖設計出來 總會有人來蓋房子嘛 對不對 那蓋房子的 誰在蓋房子 台積電啊 聯電啊 這個叫晶圓代工 他就幫你 你的晶片需要什麼晶片 我就幫你做好 那房子蓋好了 可不可以住 也可以住 只是不好住 也沒窗戶 也沒地板 也沒冷氣 也沒水管 感覺也怪怪的 裝潢一下 總是要洗壓一下 所以以晶圓代工來說 他一開始 他晶圓代工做完之後 後面就有所謂的封測族群 封測族群完之後 就出去了 那出去玩給誰呢 如果是大型公司 他就回歸到所謂的主公司 當面來去做全世界的配置 如果是小型公司 他就會流到所謂的一個通路上去 這個叫做所謂的半導體的一個流程 那目前半導體的一個流程 來看的話 我們台灣現在以最上油來說的話 聯發科為主 那小的呢 小的有點辛苦 那為什麼有點辛苦 中國大陸其實這幾年的競爭 非常非常強 所以現在的企業跟社會一樣 都是所謂的M型化 大者恒大 那小的呢 小的就要非常努力的去找 所謂的一個競爭的一個空間 可是還好 我們的大的都非常非常大 剛才聯發科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在半導體裡面我們可以發現 它的合併營收高達541億 競爭的部分的話有17.67% 可是我先跟各位談 目前來看 六月份是標準的一個 所謂的季節調整的一個時間 通常聯發科會從7月底開始 做整個加速 那為什麼會加速呢 今年的聯發科其實主軸在四個地方 哪四個地方 包括了手機 包括了電視 包括了快速充電 快充這塊還分成兩個部門 一個可能是在快速充電 另外一個以後會綁到無線充電 可是無線充電後面會怎麼走 因為這大家專利不一樣 可是有個最重要的是在物聯網這一塊 那物聯網這一塊的話 以聯發科來說 他到底要給自己做 還是要開給子公司 因為最近其實聯發科有一間子公司叫金星 他在新櫃市場 那真的穿得抓不到 為什麼 因為一開始大家聽到 聯發科的品牌眼睛都亮了 而且他做的是什麼 他做的叫做物聯網 單單講一個最簡單的 小米手機的CPU 各位你知道誰做的嗎 就是整個聯發科的子公司做的 來 寬哥上來我們看一下這個 你剛剛提到的這一家子公司 我們看得到它的線圖嗎 目前這個線圖其實是看不到 因為它在新櫃裡面 但是我們如果純粹看聯發科的線圖的話 我們可以抓到一點 聯發科目前的結構 它就是在相對的高檔區 然後它在相對的一個高檔區的過程當中的話 我們目前要去抓到一點就是 它在整個配息之前 配息之後 我們可以發現 當天它的整個結構是特別的漂亮的 那後面的一個部分的話 當然還是要看它下半年的一個營收 可是下半年的一個營收 目前來看是好的不得了 為什麼是好的不得了 台灣目前有兩間公司有辦法快速的 去吃到中國大陸的市場 吃到印度的市場 往後走中東的市場 然後再往前跨 如果再往前跨的話 就是可以到非洲的市場 這一區的人口 先跟各位報告 加起來 沒多少人 27億到30億人 那這當中就是一間就是大立光 大立光從中國滲透進去 開始往外跑 另外一間就是在聯發科這邊 所以目前以這個結構來看的話 我們如果以這兩間公司去往下抓 抓下來的空間當中 其實都會跟所謂的記憶體當中去做結合 這個是我們要去抓到的比較大的重點 來 寬哥就幫我們選股 在半導體產業推薦這兩檔個股 大家可以來觀察它一下 其實這兩檔公司 講起來有點 我算是有點偏心 那為什麼 因為這兩家公司都是聯家軍的公司 可是以目前來看的話 大型股 我再跟各位談 大型股其實是外資八根的對象 就是說 目前很多人都說 我這國平很難得了 我們怎麼看 資金夠大的 跟著外資方向走 那如果資金不夠大呢 等一下我們會跟各位談 你可以跟著自營商的腳步來走 可是我們如果來看到說 以所謂的利基型來看的話 這一波連結之前股價很便宜的時候 我們跟各位談 很多人都說 這敢不見 這就看起來很渺小 可是 先看他的題材 他做全球最小的 他擁有全球最小的一個以太網路晶片 那這個以太網路晶片 各位要去抓到一點 以後不管是眼鏡也好啦 手環也好啦 手錶也好啦 一塊都一塊塊而已 對啊 你眼鏡那麼小要晶片在裡面 我們看一下他的線圖 他的線圖其實也是從低點二十幾塊 目前從二十幾塊錢開始往上漲 漲上來之後 這一波就是要讓他收斂 相對的收斂回來 那以今年來看的一個部分的話 當然他今年的一個爆發力 因為他的獲利沒有辦法有效的一個爆發出來 可是目前物聯網相關的一個族群來看的話 都是在下半年 所以對於目前的期待 回到中期均線之後能夠再往上攻 這是我們下一波的觀察 好 另外一檔看盛群 對 盛群的部分的話我們重點在哪邊 健康測量 是 最近健康測量 大概大家印象比較深刻就是在原相了 如果我們看K線圖的話就曉得 那原相做出來做什麼 他那個叫做心跳感測晶片 他就是健康手環的心跳感測晶片 可是以盛群來說的話 他這一波在供什麼 他在供iOS 8 iOS 8就是未來可能的iPhone 6 那他做什麼呢 目前的蘋果 因為蘋果這個廠牌夠大 所以他們一出來 愛迪達說老大你出來了 我不做了 Nike出來也說老大你出來了 我也不做了 然後人家那個蘋果也說了 說沒有關係 你們的品牌通通給我 我幫你們做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我們可以注意到就是說 他有去做所謂的一個健康的一個 測量的一個MCU 是 這種所謂的Micro Control Unit 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說有辦法有效的一個滲透的話 我們認為這個未來的爆發力 都會非常非常的強 是 好 這個是這個我們寬哥推薦的兩檔個股 那麼非常謝謝寬哥 好 那麼繼續我們要請一下阿湯哥 這個阿湯哥呢同樣的 是在這個半導體的這個族群當中 要幫我們來看看有哪一些推薦的 我們請阿湯哥上來幫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阿湯哥要推薦的這兩檔 一檔是這個富鼎 另外一檔推薦是日月剛 我來念一下富鼎的一個 這是受惠日本的瑞薩這家公司的轉單效應 好 那因為看好半導體 我比較看好就是華雅客 但是主持人這時候跟我講 這個有人看好其他已經有人看好 所以我就舉這兩檔 還沒動的一個股票 是 原則上的話你看富鼎它是說MOSFIT 它是類比IC 那類比IC原則上在去年之前 那世界第一大廠就是這個所謂的一個日本瑞薩 但日本瑞薩呢 這個MOSFIT這個所謂的一個這個類比IC 做的人不多 但是呢它的良率也不好做 乾脆不做了 那沒什麼毛利乾脆不做 所以它就停產 一停產之後 台灣的很多相關受惠股 除了富鼎以外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另外一檔股票 那原則上的話 這家公司的話 之前富鼎這一家公司 剛上來的時候 它可以這個原則上 現行可以放遠一點嗎 之前跟講講的時候是在 是因為這個華威創投 華威創投入主之後 從十幾塊炒到這個三十幾塊 後來我在這個也是一樣盤通節目 這個地方 後來就開始走基本面 第一個開始走題材面 我記得在三立盤通這個時候 是在十七塊的時候介紹 後來來到三十二塊 那這個橫向整理在走什麼 這個橫向整理在走 它的一個基本面 就是它業績沒有出來 那業績哪裡什麼時候會出來的 轉單效率會在六月份開始開始發酵 所以我認為這個這家公司 那六月份營收沒有出來 所以我原則開始 所以下半年開始 從七月份開始 營收會慢慢的出來 所以你看它好像整理了很久 所以只要攻擊量一出來的話 我認為這家公司是有機會 實際做一波的一個表態 什麼時候表態 那我認為只要攻擊量出來 放大之後 放大到三倍 攻擊量這樣股票是可以去追的 所以這樣股票 我認為是進殼工 退殼手 轉單的效益 另外一檔推薦的是日月光 帶我們看一下 好這家公司就是之前大家罵的鑰匙 過街老鼠 但是回過頭一看 那個點是最漂亮的一個點 對 就是K7廠那時候排污水 我們來看一下 K7廠那個時候整個是一樣 是去年的十一月 我們要把這個時間稍微拉長一點 我們來看到有一段 這時間 大家罵的鑰匙那個點 大概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那時候大家都這個罵得很慘 那就是這個老闆沒良心 脫放黑水 你領了這麼多環保 這個這個四十六五的這個錢 結果就罵得很兇 結果蘇顧茲 他是國內第一大廠 那蘇顧茲 這個半桃裡的整個產業都很好 上中下有時候把他救了一下 所以他有訂單 而且是世界級的大廠 他當然是想辦法拉攏這些大廠 結果他營收 你看一下他第二季跟第一季 第二季叫第一季大幅成長十四趴 而且他第二季是創了歷史的一個新的季高 所以創了新的一個季高之後 大家都很不知道 這位剛剛有一個老老闆娘 那對股票很厲害 所以你看他這一波你看 結果這個引拼清兵入關 這一波的一個大漲過程中 從那時候的二十五塊 就是大家之前罵得要死的那個點 結果一路過關漲 也是來到這一波的新高配合的業績來做 顯見了他的業績沒有問題 重點來了 他的K機場還沒復工 一旦復工之後他的訂單 下半年又是開始進入他的一個旺季 那好玩了 這張股票你看他走勢相當的穩健 所以我認為應該還有高點可期 拉回這個半導體持續的暢旺 拉回還是一樣可以做多 是好 非常謝謝阿湯哥 但我們來推薦這兩檔個股 不過其實繼續 我們就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其實半導體當中 最近最夯的應該就是DRAM了 過去大家說是四大產業 但是現在這個產業不能說他慘了 因為他整個就是鹹魚翻身 我們來請一下我們的這個凱元哥 凱元哥來帶我們看到 這個記憶體一路暢旺 出來帶我們看到 你要推薦的帶我們看一下 是華雅科 華雅科最近 哇 這是非常的彪悍 所以這個華雅科到底要怎麼看他呢 我們來從他的線圖看 他一路長上來好像不回頭 是的 我想針對於華雅科的一個部分 我只能用一個鼠驗來形容 是 就是三年一輪 後排叫輪 因為你如果大概在2012年 是 你跟人家介紹到所謂低潤產業 甚至於你跟人家講到華雅科 對 你大概已經走在路上 大家說你瘋了 你看他最低 是一塊九七 基本上你會被吐口水 當時你會吃之一筆 你在那邊賣一條就賠一條 對 但是拉到2014年 我們看到什麼情況 2014年 你現在跟人家講說 低潤產業非常之好 未來還有機會往上衝 以目前華雅科今年以來的估值 EPS估值大概能夠到 6到7塊左右的一個水平 以目前營收的成長性下去估 那也就是說目前本益比 大概也不過10倍左右 那也就是說目前其實 就整體股價的一個表現 它已經漲成這個樣子 還不過10倍的本益比 對 也不過10倍左右 因為算是一個轉機 先前這一波上來 算是走一個轉機 對 這一波上來 算是走一個轉機 那未來在這裡之後 才會去走一個基本面 所以我認為如果基本面 以目前的一個情況來說 我們可以看到2012年 當時候整個低潤產業 它面臨到什麼問題 其實全世界的低潤廠 都在進行所謂整病 對 那整病的過程裡面 其實出現一個 比較有趣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當時 因為PC產業非常糟糕 對 那當時其實所有的低潤廠 其實普遍大家在做的 都是標準型的低潤 對 那當時大概兩年前 其實整體的產業 發生了一個比較嚴重的變革 也就是說當時所有電子產業 都聚焦在所謂smartphone 聚焦到所謂的平板之上 所以當時在整病的過程裡面 大家已經不做所謂標準型的低潤 對 來到2013年9月 低潤產業出現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問題點 就是在於所謂海力士的一個 大火嗎 無錫廠 大火 那大火之後 其實無錫廠它佔了全世界 大概有10%左右的低潤供應量 而整個所謂的那個標準型的一個低潤 它大概佔了全世界13%左右的一個供應量 也就是說從那個時候開始 大家意識到一個現象 就是說PC產業來到今年 其實我們還沒看到 它有一個回春的一個現象 但是來到現階段為止 我們看到 其實標準型的低潤 合約價一直往上飙 對 所以那時候它的一個 它的需求量就越來越多了 對 那以目前來講 以台灣的市場來說 目前大概只有兩家低潤廠 它在做標準型的低潤 是 一家就是華雅科 第二個就是瑞晶的一個部分 是 對 所以目前華雅科 它是唯一有掛牌的 對 所以目前華雅科的一個方式 這就是它為什麼漲了 大家應該這個聽得很清楚 它為什麼漲 不過這個講到這個低潤 記憶體產業 我們的這個凱元哥也幫大家 挑了另外的兩檔 但我們來看華芳店跟雨沾 是的 我想挑出這兩家的一個原因 其實我挑股比較喜歡做的一個動作 就是說我先從基本面來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我挑出來的個股 其實營收都還不錯 對 營收都還不錯 如果說我們看到雨沾的一個部分 基本上它在整個 它的EPS都有3塊錢以上 對 它的EPS都有3塊錢以上 而且其實它營收來講到5月份 其實都有10% 6月份營收公布之後 跟去年比較 基本上都有10%以上的一個比較 好 我們直接來先看一下華芳店 它最近的一個線圖 對 如果這裡可以的話 可不可以幫我調成所謂法人買賣 是 法人其實一直在琢磨它 其實我會比較建議 大家可能要去參考一下 所謂基本面的一個部分 甚至籌碼面的一個部分 因為如果說我們稍微敲一下 3474的一個華芳哥 是 對 我們可以看到什麼情況 其實法人琢磨的並不多 對 法人琢磨並不多 結果股價漲了將近兩倍 對 拉到華芳店 華芳店反倒是法人在買 法人幾乎都一直持續進行加買 對 從這個地方再買 然後它就上去了 它是一連串的時間 其實它這裡都一直在買 對 所以其實它這裡到這裡 漲不到一倍 是 對 但是營收居然有出來 也就是說以目前低論的一個市場 在所謂合約價有機會攀升 對 在營收有機會拉升的一個情況底下 它有機會 基本上它還有機會 那另外一檔雨瞻 我們看一下雨瞻的線 對 那雨瞻的一個部分 其實我認為它會比華芳店 更存在所謂利基點在於哪裡 第一個 這裡盤整了很久的一段時間 是 對不對 盤整一段時間 結果法人其實不斷地在進行吃貨 對 而且它的法人是從外資 到投信 到自營商 大家有自一統 全部有自一統在進行所謂加碼 對 那在進行加碼的時候 其實跟剛剛我們討論的基本面 其實一樣的道理 是 它激增率來講 其實還跟去年相比 還有10%左右的一個增長 那毛利也高 對 然後營收也高 然後法人又吃了一缸子 那如果說未來整個行情 開始能夠往上衝的話 他有沒有機會往上衝 我認為機會就非常大 哇 好 非常謝謝凱元哥 謝謝凱元哥 今天幫我們跳到 這個是在記憶體的部分 好 那我們要先休息一下囉 下一段回來 我們就要好好帶您來解密一下 到底自營商主力 他們怎麼挑股票 我們從進出的狀況 到底看不看得出來呢 我們休息一下 慢慢回來